游戏玩不好,喜欢凑热闹 大家好,我是粉丁糖葫芦 对象这个瓜,一个接一个,想不吃都不行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接 宝宝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个撒尿牛丸 真的是太妙了 争什么呀,餐在一起做个三战之兵呢,笨蛋 瓜吃完了,言归正传 今天继续来说我们的县城骑驴实测 喜欢糖葫芦的记得点赞支持啊 群里测县城骑驴的小伙伴比较多 有用法证的,有用陆训的 这次先选上期提到的五谋 原阵容搭配基础上 甲许改成临风加骑驴,简称风驴组合 重点看看县城骑驴实战的发动体感 这场平地熬战,先打平太尉盾 然后打穿,再碰到麒麟弓 最后撞上一对芦苇盾 让我们回顾一下风驴组合的战斗效果 当前回合如果甲许普攻后触发骑驴 那么下回合甲许行动时 神机的发动率80%,临风70% 如果这时发动临风 再获得联机和免疫缴械状态 继续提高骑驴发动的机会 虽然是几率套几率 但是各个几率都很高 就像到了麒麟弓这一场 甲许就像打开了涌动机的按钮 7次神机莫测 8次临风决敌 11次现成骑驴 最后一场临风只有一次 骑驴也发动了6次 综合不同红度其他小伙伴的数据 初体验的感受就是 改版后骑驴的发动率很稳定 甚至还有点高 但伤害并不高 甚至还有点低 这种搭配对提高高红SB国家的 惊天伟地伤害作用比较大 低红五毛不适合 倒不如让甲许带上尾书或者粉资 补控和伤害 上期评论区里 有小伙伴问了这么个问题 这个提问前半部分是对的 增加几率的战法效果是叠加的 但是叠加只能是不同来源 比如30阵和现成骑驴 同一个来源就会刷新 比如骑驴发动两次 下一次是刷新上一次的效果 其实这些问题 小伙伴们都可以在上述大人那里找到答案 我们下期见